好了,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机器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马哥是拼一枪的一个思路 确实,因为这套阵容马哥他的手里面的监管者没一个好打的 真没一个好打的 邦邦,雕刻,红夫人,全部不好打 拿个破轮拼一枪 但是穷者这边的话估计会给到马哥一些压力 估计会给到马哥一下压力 天赋上面的话这边可能是没有想到马哥会选破轮 所以说没有飞轮 但怎么说呢 这套阵容他的一个牵制力还是在那边的 我觉得看吧 两边都有机会 就是一个纯拼操作的了 纯拼操作的了 破轮的话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破轮的熟练度怎么样 这里好像是准备你滚到我了 你变形态了 我再来跳 对吧 你变形态了 这波大龙没有跳吗 没有跳夹子夹中一刀 那这一刀的一个开有点快呀 这42秒 开的有点快 这边开尖刺 滚上 切形态 你这边飞好了 你飞了 我跟也跟 这个击倒 我觉得马哥的机会来了 这个击倒稍微的比我想象当中快了一些 当时其实马哥这边变形态 我觉得这个玩具商是应该直接跳的 这边的话看待原来打架 磁铁 吸一手 来 先保 好像是脱离了悲观的范围 但是磁铁也就救得了出一救不了十五 这边丢夹子风 漂亮 不得不说今天马哥这个夹子很有爱力的风范呀 因为破轮 你要强 你的夹子就一定要准 一定要准 通缉到的是病患 球者这边的话 微博其实保平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接受 他们如果能保平的话 打到第三局也是有优势的嘛 这里 看一下傭兵过来救人 美克 蓝应该是蓝不住 这边吃甲 然后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马哥这边的话 差一刀的存在感到二阶 玩具商这边是现在是没有跳板的 现在是没有跳板的 看走位吧 尖刺先滚一下 反正还没到二阶 我记得前面是有跳板的 这边的跳板要不要用 马哥这边变形态 夹子又夹中了 三连夹好帅呀 要是破轮 当然如果有飞轮的话 可能不一样 破轮要是夹夹都有这么准 这个夹子真的有点离谱啊 真有点离谱 我觉得要不卖了吧 这波来就万一出现一些意外什么的 冲击到的是勘探员 这边马哥也是马不停蹄啊 过来找勘探员的麻烦 病患这边过来救人 病患手里面 没有薄命 薄命在玩具商手上面 病患这边夹子夹中 打一刀 好 勘探员这边来死宝 闪现被勘探员给吸了 这边要不再吸一手 来撕 第三块磁铁 勘探员也倒倒地 因为是二阶破轮 我觉得他这边机子不够 穷者这边的道具虽然有 但状态很差 其实马哥这边压住一场机 把这个勘探员挂上依然能打 穷者这边我觉得可以干嘛呢 压死 就一波勘探员 先补状态 这个时候一定要先补状态 要不然很容易一波被推死的 启伦形态 他们救的有点急呀 这屁股都还没做热呢 我觉得稍微找了一点吧 这边反正你不变形态 我不救人 打一刀 拥兵倒地 勘探员这边的话有一根刺 再换挂吗 再换挂这节奏就有点差了 因为大龙那边的密码机 已经开始在点了 这里去找勘探员 一滚 找到了 找到了 滚上 但是这边有跳板 等你 跳 往上走 这边的话 完全上是没有吃到这个 哦 这边戏血没有啊 这边戏血没有 刚才马哥这边变形态是没有戏血的 外围的机子 最后一台再修30 回忆这边 马哥这里的话 感觉有点急啊 马哥你不要急啊 马哥 马哥不要急 现在局势上来讲 其实真的很难说 说不好 一个戏血爆走病患 但是病患是没有挂过的 切插眼 傭兵这边教自己 还有活口 我真觉得 球者这边补状态吧 不要 那么拼 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 这里的话 回声过来 回马枪 找 傭兵 细血CD6秒钟 一滚 马哥你没细血啊 他为什么这边不等到细血CD好了 再变得 我觉得马哥打的有点乱 别急 因为球者这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玩具商手里还有一个薄命 如果这边玩具商状态不好了 待会来救人 这玩具商从天而降 救人 套个薄命 这薄命还有20秒的 而你现在想要去把球者这边的 又一个跳 想要把球者这边的 这边 勘探员帮忙吃夹子 这里的话 并换起来 勘探员 这把铁骚的勘探员 又要立大功了 先把杯关交了 插个眼 再赶过去 他们现在是两两 两个人组成一个小队 两个人组成一个小队 然后分别修不同的机子 你管这边往那边打 你管那边往这边打 不太好说 这真不太好说 现在 两边的机子都已经到了50 玩具商这边的话 一根刺加一刀 但是有这一刀的机会 要知道的是 他这边有跳板 并且旁边真的你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个勘探员 有一说一今天微博的人 打的也是真的凶啊 就跟你硬来的 来 你过来了我拉走 你过来了我拉走 拥兵这边刺都不拔的 我这刺就在上挂着了 来你抱我 来球抱 你抱我 我那边机子能抢20% 这全场四个人 身上每个人都挂刺的 对吧 这就就有一点点 确实有点太凶了 确实有点打的太凶了 回忆这边的话 一个悲观能收走 这边这个钩好像不想交 六秒钟有悲观 六秒钟有悲观 哎 钩子断了 那边的话 密码机差不多压好了 挂人的话 这里玩具商是有博命的 马哥是没有挽留的 这里勘探员还有三块磁铁 那是个四人开门战 这能打成一个四人开门战 今天这是我觉得 微博打得好 他们你比较难以理解 怎么能打得这么凶 他们第一把军功场 我就已经有点奇怪了 对吧 都是敢死对队员一样的 对吧 就反正就 就比如说这个局 我必须每一波都打到最好 我才能够去完成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他们就选择了这华山一条路去打 完全不考虑他们打下 没打下来之后的一个后果的 傭兵这边教自己的 但是马哥没有挽留 外面的人的状态比较好 两边的门都在开 恭喜微博 恭喜微博 好吧 今天他们也是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比赛没有打好 穷者没有打好 然后今天是憋着一股劲呢 苦了我马哥 这股劲全在马哥身上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马哥其实这个破轮 我觉得发挥的也非常好 恭喜微博 确实打得好 今天的微博的人类的话 我觉得 谁来都不一定打得过 你哪怕让东旋过来 遇到这级别的求人者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感谢观看